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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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看到大家是多麼的好 我們就 想像到 好像我們 在剛開始 然後就已經 星期三晚上了 然後明天就是我們最後一晚 這就是我們不能夠 這樣子把它 放開 我們必須把握 每一個 機會 這就是我們的挑戰 今晚 今晚 我們 只是能夠 看這一部分 然後明天我們就會再次的 更詳細的來看 開展 開展 來看 我們要 今晚要 學習 與神之間的關係 是如何 希望這能夠 幫助我們 幫助我們 再次 重新的來 想 來對待我們 與神之間的關係 我 希望這能夠 的結果 是美好的 我們 不要專注在 這個筆記 是多長多短 我們 我們必須 學習 盡我們的權力 來學習 不然的話 我們 就這樣子 把它 讓它 走散 走失了 我們 我們有些的 在 新加坡的 弟兄姐妹 他們也 在 跟著 這一系列的 的 這個 家庭的 信息 透過整道視頻 他也要 告訴大家 他 不斷地在 與神 祷告 他的 專注 就在上帝的 神手中 他的專注 就是在上帝 在 上帝的話語裡 我們每一個人都 這樣子 因著這樣 祷告 當我們不斷 這樣子 面對這一些 患難的時候呢 我們就不斷地 專注在自己 自己的 掙扎 自己的挑戰 我們也能夠 學習 改變我們的 看法 讓我們來 學習 這一些 深刻的 教訓 尤其是關於 與神之間的 關係 這一個 問題 關係之間的 問題呢 就是 這不是 明確 清楚的 這樣子 記載下來 我們必須 學習 了解 它的重要性 它的意義 讓我們一起 來祷告 我們的天父上帝 我們感謝祢 我們能夠 花 前幾天 閱讀 你的話語 聆聽 你的話語 讓我們能夠 省察我們的心 挑戰 我們能夠 與你 建立 更堅固 更深奧 深刻的這個關係 主要求 主要求你打開 我們的心眼 讓我們能夠 了解 你的話語 奉耶穌基督的名 阿門 我們來看今晚的筆記 我們要建立這個 強大的 堅固的關係 我們先來建立 我們先來建立 這是多麼的 什麼意思 一個關係是什麼 我們必須了解 因為我們說到一個剛強的關係之前 我們必須告訴自己 這個關係是什麼 我們 開始 根本 是否有這個關係 我們 先去到 詩篇十八篇 說到了 上帝 為他 做了什麼 可是 讓我們先翻到 一幅所述 這是 非常重要 我們要聊 所以 以佛所述 二章 我們在這裏 開始 這告訴我們 這裏 沒有 一個關係 這就是你的現實 這就是你的開始 我們小心地來看 第二章 這就是你的現實 第一節 這是多麼的重要 你們在死過犯罪 之中 祂叫你們活過來 一個死的人 如何與神 經歷關係 當然不可能 你告訴一個 已經死亡的人 你跟他溝通 你 跟他講笑話 他笑的話 那你 應該就快點 跑 跑走 因為你沒有 關係 沒有 這個 回應 一個死 死了的人 不能夠 給你一個回應 這就是保羅 所告訴他們的 你們死在過犯罪 第二字中 祂叫你們活過來 第二節 那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 所以從今世的風俗 我們坦白地來看 我們的想法是 多數是世俗的 少數是 屬靈的 這告訴我們 我們與神之間沒有這個好的關係 親密的關係 不然的話 為什麼我們被這個世界吸引 現實就是 我們通常都在被這個世界吸引著 就好像在這裡我們 我們 這一些名牌的 包包 的牌子 的 銷售率 都上漲 因為他們不能夠去哪裡 他們就 就不斷地去 在網上購物啊 還是什麼 用過網絡來 的一切 他們都 他們的 的利潤 都上漲 所以 我們 在其中行事為人 隨從今世的風俗 順服 空中掌權者的首領 一切都是這一個物質 肉體上的 空中掌權者 空中掌權者 他的 呃 的 工作 我們 在 在運作 我們不 不曉得 就好像你的 操作系統一樣 是什麼 你用 是否是一個世俗 或者是屬靈的 就因著 這個世俗的 的誘惑 我們與神沒有一個 好的關係 我們從前也都在他們中間 放縱肉體的私欲 隨著肉體和心中的喜好去 的去行 本為可怒之子 和別人一樣 十二節 那時你們與基督無關 在以色列國民以外 在所應許的 這個 諸悅 是 上市 局外人 並 並且活在世上沒有指望 沒有神 我們以前就是沒有關係 這是 多麼糟糕的 我們很多人都不曉得 我們很多人都不曉得 剩餘的 的影響 你在動手術以後 有這個後遺症 為什麽 為什麽 手術過後 還有這個疼痛 所以我們沒有的關係 與世界有這個關係 這個關係的背後 就是撒旦在操縱 我們不曉得 可是這會影響我們 一個世俗的人 能夠與神 說到 提起與神之間有這個堅固的關係嗎 當然不能 就好像文士和法利塞人 他們以為他們能夠 可是他們属灵上 是 死人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開始 可是 上帝要做什麽呢 這是重要的 從沒有關係 我們就有一個真實的關係 用關係這個字 就是有很多時候 因為有很多基督徒都說 他們 是基督徒 因為他們相信上帝 你能夠相信上帝 可是你沒有關係 與神沒有關係 那這就 有什麽意義呢 他不能 沒有邏輯 讓我們來看 一副所說二章 保羅 第十二節 說 那時你們與基督無關 在以色列國民以外 在所允許的諸約是局外人 並且在世上沒有指望 沒有神 我們從前遠離神的人 如今卻在基督耶穌里 靠著他的血 已經得清淨了 就有了真的關係 我們要問自己 神的旨意是什麽 不只是要拯救我們而已 是要親近 這就是關係 所以 一個人 他能夠說 我相信上帝 可是他遠離神 這有什麽用 挑戰就是 學習 我們如何能夠親近上帝 這就是我 最眷顧 我最關心 因為不是每一個人 他們都能夠有親密的關係 一個親密的關係 你必須可目 你必須了解 你必須盡力去建立 這不是自動的 有很多人都不曉得 所以 一個 一開始 國民以外的 沒有關係的人 無關的人 然後變得清淨了 這好像 凡 接受他的 他 叫他們 成為他的兒女 就有一個父子之間的關係 有很多 可是 不信的 就是我們很多人 都說 我信上帝 可是我與上帝 沒有一個真正的關係 我 相信上帝 我讀聖經 我要 侍奉 可是 問題 你與神之間 是否有這個父子的關係 如果很多人 都沒有 這一個 關係 他們不理 這是重要的 必要的 我們必須了解 這個 神 我們 父子的關係 神 和我們 就好像 很多 父母 和他們的孩子 都不親近 沒有親密的關係 因為我們的父母 都說 我必須 努力 工作 然後 小孩子們 他們的孩子們 就接受了 可是 我們每一個國家 又國家 就有這個 缺乏關係的問題 一個 不親密的關係 所以我們的開始 沒有 與神無關 上帝的指望 就是要給我們 一個關係 不只是救恩 不只是得救而已 你只是得救嗎 你在天堂 會見誰 在天堂裡 每一個都是陌生人 這有什麼邏輯 沒有邏輯 我們要想 思考 這一個關係的 真理 十四節 因祂使我們和諧 將兩下和而為一 我們必須 盡心 盡力 盡心 盡力 的愛我們的神 這個我們與神之間的愛 可是 不信的 就是我們 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不真 你能夠沒有缺乏愛 缺乏信心去服侍嗎 當然可以 可是這有什麼用 你以為上帝 他這樣會悅悅 我們所做的東西嗎 是超過這一切的 所以我們要問自己 我們的開始 是在哪裡 我們與神之間沒有關係的話 如果我們得救 能夠成為神的兒女 我們要與神之間有什麼關係呢 我不知道你和你的父母 是多麼的親近 我不是 所以 當我 認識上帝的時候 上帝能夠做我的天父的時候 你不能夠 想像 我在我 心中的喜樂 我能夠稱 上帝為我的天父 你不 曉得 你 有一個 愛你 照顧你 關心你的 父親 這是你多大的榮幸 這是我沒有的 所以當我想到上帝為天父的時候 我不會說 我遠離上帝 這不會發生 如果上帝他邀請我能夠親近他 拒絕他 拒絕他是沒有邏輯的 我要珍惜 還有建立這個關係與上帝 無論 無論 需要花費什麼力氣 全心 全性 全力 去認識上帝 我 我要學習 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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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去 愛上帝 要 把 這個 我的 全心 與神 合而為一 要 全心 全力的 去 認識上帝 去 侍奉上帝 我也要保持堅固 因為這 我就能夠 盡力的 去愛上帝 我不會軟弱 我會做一切 讓我 能夠 剛強 去愛上帝 所以我們有今晚 開始 檢查我們與神之間的關係 是怎樣的 我不要問你 我不是在問你 你如何 侍奉 我在問你 你與神之間的關係 如何 我與我的姐姐沒有很多 時間 可是我有最後一個月 與她 分享 我要做什麼 不要提起過去 已經發生了 我們要記得什麼 我們以前玩的遊戲嗎 不是 真毫無意義 我的角色 不只是一個 兄弟而已 我也是 摩世 我也是 能夠幫她 和解的 我能夠為她 代道 我必須 這就是 關係 不只是 眼淚而已 不只是 感到 傷心而已 我們每一個人 有一天都會 都會 過時 都會離開 可是 這一個 這裡的 意義是什麼 對我來說 最感動的 就是 我知道 她非常的 疲倦 我告訴她 她 你要我 為你 讀聖經嗎 她說她 太疲累了 然後我就問她 你要我為你代道嗎 她的回應是什麼 她就伸出她的手 就這樣 就在這一整個月 就在那一時刻 是最感動的 有很多時候 一個兄 兄妹 姐弟的 的關係 我們不知道如何的 表達我們的愛 不知道如何的關心彼此 所以我們住在那裡 與彼此同在 當她伸出她的手 我就會握她的手 我 我會用 我以前沒有用過的語言 去告訴她 我會對她表達愛 我們以前 師父 會用過 會表達我們的愛 很多時候我們都不曉得如何的表達我們的愛 我們擁有一個父子的關係 這是我們的榮幸 所以 這會 這要怎樣的操作 我們要 培養 我們要建立這個關係 讓我們來看我們的筆記 我們必須培養 必須建立 這個關係 不會自然的 不會自然的這樣子發生 上帝是我們的天父 我們 我們的父神 祂還是什麼 祂是我們的神 祂是我們的救主 祂也是教導我們的神 祂也是拯救我們的神 祂是我們的和祂 然後我們 祂是我們的神 祂就是我們的核灑 祂是我們的利益 祂是我們的被困地 和他們的相화를 不只是我们相信上帝就这样子而已 可是有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 神啊,我相信你就这样而已 我们就 是走失了这个真正的意义 这是多么的重要 有时候我们需要 这个死亡的经验 我们才能够醒目 我们才能够再次的被复兴 我们才能够察觉到 我们没有无限的时间 去建立这个关系 我们必须从过去 才晓得我们的未来我们要如何的做 在这里 关键就是我们要建立,要培养这个关系 我们是否要建立这个关系 这就是我们的问题 我们有一个天父 我们是否要做他的儿女 我们有一个教导我们的神 我们是否要做一个门徒 学习 不是 上帝在天堂,我们在这里 我们就要享受自己吗?不是 让我们想象 我们以前与神无关 我们是局外的人 我们没有指望 没有神 我们在 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他叫我们活过来 为什么我们还是像一个死人这样子活着 我们的关系在哪里 我全心全意的来指望 渴望 我能够与我的姐姐有更亲密 更长的这个关系 可是他已经去世了 已经不在了 我就只有 只有最后一个姐妹了 我的姐姐 最大的大姐 当我在美国的时候去世了 我有一个弟弟 他45岁就去世了 我另一个姐姐 第三个 还有最后一个姐姐 他多么的脆弱 我也不知道他的时间多少 我要做什么 我不要后悔 我要做我的全心全力 尽力 帮助他 去帮助他 去整理他的生命 的生活 不只是提起而已 不只是说话而已 让我们有一个行动 这就是我察觉到的 我意识到 我与神 有很多的层次 要建立这个关系 不只是父子而已 是一个 教导我们的上帝 还有一个门徒 他带领我们 我们跟随他 他拯救我们 我们被拯救 他打救我们 我们被打救 我不只是要这样子 随时 随意的这样子 活着而已 这就是一个关系 可是我们的问 要问的问题是什么 这个关系 是多坚固 多刚强 这一个 与神之间的关系 是有多么的坚固 如果你要测量 你与神之间的关系 它会是多坚固 有很多时候 我们连测量 我们也不晓得如何的量 可是我们来看 上帝 要我们做的一切 我们是否做了一半 我们是否爱他 不要说到尽心 尽力 尽性 你是根本 是否了解到我们的灵 灵性 要是如何的操作 我们只是 知道我们相信上帝 上帝在那里 上帝帮助我 就这样而已吗 上帝 是一个救生员吗 你就在游泳 然后你要成了 你才求 向上帝呼求求救吗 在非洲 有一句话 当一个人救你的时候 你的生命就属于他的 直到你还到那个债为止 我们是否在我们的心里面 在我们的心事意念里面 有这一个原则 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 是否多刚强 所以我们有什么关系 圣经告诉我们 这么多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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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系 有很多时候 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 是一个 破碎的关系 不断的破碎 然后和解 不断的破碎 然后又再修理吗 就不断的这样子修补吗 修补修补修补 这是多么丑陋的一个关系 你看上帝 不断的拯救以色列 以色列回 忏悔 回到上帝的身边 然后几个 几个星期 几个月 就离开 又破碎 又回来 又破碎 又回来 就这样子 就好像 就好像一个棋盘一样 黑白黑白黑白 这样子吗 这是什么关系呢 对我来说 我会多么的伤心 我真的与神之间 我珍惜这个关系 我的悲哀 就是呢 我不能够做得更好 我拥有的只是这样 我只是已经年纪 已经年老了 已经有这三个二十年 再加十年 我还只有剩两 剩那八年 就已经八十岁了 我还会做什么 你需要一整 整个人生 来建立这个关系 所以我要 挑战我们每一个人 有很多时候 他们只是要 服侍上帝 然后过了一阵子 他们就 也离开 为什么 因为那个关系 不强 不够坚固 这就是为什么 耶稣 告诉 西门 彼得 说到了 撒旦的攻击 攻击 你是否拥有 有真的 真的这个 内在 他就告诉彼得 会三次拒绝 上帝 拒绝 耶稣 直到他 回来的时候 必须 强健 他的信心 不是 因为我们不会犯错 可是当我们跌倒的时候 每一次 我们回来 要变得更加的刚强 更加的有智慧 上帝知道我们会犯罪 我们会跌倒 我们也知道 可是我们的挑战就是 我们回来的时候 我们是否更加的坚固 更加的强壮 更加的有智慧 他知道我们不是完美 可是他所观察的就是 我们是否有进步 这是重要的 我们必须 来看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关系的话 我们一句话 你不能说 如果我们与神之间有这个关系 父子的关系 你是怎样的一个孩子 如果他是你的 教导你的上帝 你是否有聆听 你的成绩如何 我们很多人都不晓得 不了解 上帝在教导我们 可是我们没有学习 他在带领我们 我们没有跟随 我们有很多挑战 他要我们做的 可是我们多么的充满 我们没有花时间 我们没有尽心尽力的做 上帝的工作 我们给上帝 我们给上帝什么 只是我们剩余的时间吗 这只是他所值得的吗 这是多么的羞耻 因为我们没有这个关系 没有 不要提起一个坚固的关系 我们根本没有关系 只是这个后遗症而已 这就是我们世俗的影响 撒旦的影响 还有我们过去的过犯 的后遗症 这是我们没有察觉到的 在马来西亚 有一个迪萨鲁 这个地方 有很多时候 有很多人都说 在那里有很多人都逆弊 可是逆弊的人 他们 很厉害游泳 为什么 不是说到你会不会游泳 可是他们在这个 这个水的里面 有这个暗流 就这样子 把他们带走 就逆弊 这就好像我们的过犯 这个世俗的诱惑一样 我们要了解 这个关系 任何的关系都必须培养 必须建立 它不会自动建立 一个好的关系的 上帝已经做好 祂的本分 超过了 一切所需要的 祂赐给我们意向 赐给我们智慧 赐给我们怜悯 慈爱 恩典 你还要什么 祂已经供应了 可是我们没有 不晓得如何的运用 所以我们必须 了解 这个关系的基本 我们必须培养 如果我们没有培养的话 它就会恶化 这是多么的重要 所以当你 到了一个年龄的时候 我们都不断地说 我们 我们 变得多么的 健忘 我们已经坏了吗 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这是真的 可是你只是 已经 接受了 这个 情况吗 我 已经不能够 走 三四十 跑三四十个公里 我还能够走 我不能够跑 我能够走 其他人走比我快 可是我就 用我自己的脚步 可是我会 达到那个目的地 我们必须这样子 来 思考 我们能够 做得到 让我们回到 诗篇 十八篇 二十八节 你必点着我的灯 上帝 我的神 必照明我的黑暗 你借着 你冲入 敌军 借着我的神 跳过 墙缘 有很多时候 我们称 我的神 只是 就是说到 这个 我的天 这个字而已 我也不要用 那个字 为什么 他 称上帝 上帝 我的神 的时候 跟我们这世界运用的方式 的意思完全不一样 上帝 我的神 这是个人的关系 值得我们提起的 这人 已经活着 他能够了解 我们要 珍惜 我们要如何的达到 能够办得到 我们昨晚 提起黑暗 在生命里面 当然有黑暗的时刻 可是如果 有 与神之间有 这个坚固的关系 他会说什么 他会说 上帝 我的神 必照明 我的黑暗 这就是 他会如何的回应 因为上帝 他真的会 点着我们的灯 他会照明 我们的黑暗 我们要了解 在28节 我们看得见 你必点着我的灯 必照明 我的黑暗 当我们没有一个 全部的光的灯 灯光而已 我们只有 这一个 小灯而已 也能够照明 我们的道路 我还能够 安全地行走 这就是我们的关系 我们可能没有 财富 我们没有 房屋 可是我们有 上帝的光芒 我们所拥有的 我们也感恩 我们不需要什么 我们要 求上帝 但我们在黑暗之中 上帝会照明 我们的黑暗 我们也不会 责备黑暗 我们也不会 求黑暗 离去 可是我们 所 喜悦的 我们所珍惜的 就是上帝 点着我们的灯 上帝 照明我们的黑暗 这就是那特别的 关系 一个人 能够拥有 这特别的 关系 我借着你 冲入敌军 借着我的神 跳过墙远 这就 这里的意思就是呢 说到了 在生命中的困难 这个 两女士 她不断的 聆听跟着我们的 这些正当视频 然后她也 透过我的信息 她也写下自己的笔记 她说 当我开始 来到这间教会的时候 我没有 错过 另一个 信息 什么 隐晦 我要告诉她 她是我们的 动力 我们的鼓励 我们要做什么 我能够 逃跑 逃跑 或者 我能够 面对 这就是 乌克兰 他们的 面对的方式 他也是 Zelensky 所说的 你能够 放马过来 他们都会 站立的 来面对 他们的攻击 所以 这就是多么的重要 我们要了解 他会如何的操作 这个困难 这个困难 可是 我能够 借着上帝 跳过墙远 我能够 冲入 第一局 然后我们再看 三世纪 至于神 他的道 是完全的 我们来想 当 很多时候 当人 一个人 他 面对 死亡的时候 都会问 为什么上帝 会把我的 所爱的人 夺走 你以为 上帝 会 把这个人 抢走吗 真的吗 你要想想 当我的 弟弟 45岁 去世的时候 我的想法是什么 我是否埋怨上帝 他在45岁 就去世 当然没有 我感谢上帝 他的恩典 他的怜悯 赐给了他45年 他能够回到天家 我不能够了解 可是有多么的黑暗 我不能够完全的了解 可是我是否能够 说上帝的道 是完全的 当然 我们是否 能够 失去我们的儿女 是否能够 很多时候 我们都不能 都不能够 因为我们 我们的 想法 就是我们的 我们会先死 先走 如果我们的孩子 比我们先 过世呢 去世呢 我们是否会 变得 心变得多么的苦 或者我们会了解 我们会 感谢上帝 因为我们拥有 这个关系 我们不晓得 生命会发生什么事 可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 会使我们能够不断地 与上帝行走 如果我们不能够 如何的面对的话 那就会变得更加的痛苦 我们每一天 我们必须告诉上帝 你的道是完全的 有很多人都说 你会 是否会 因为我每天都和他在一起,我们不要怪谁,每一天我都感谢Pastor Chris,感谢上帝,我和Pastor Chris在一起,他在帮助我,他以为我在帮他,可是他没有察觉到他帮我多少, 上帝的道是完全的,他问我希腊文的问题,他在学习,可是我学更多,因为我和他确认我的知识,如果他不问我, 我就没有确认到我是对的,因为有很多,每一个学生他们的都不是很好,所以他们每一次犯错,我就要改正,我也要确认我的知识,上帝的道真的是完全的。 我这样子在银会里面学习这样子的讲道,甚至伯丹尼堂开始之前,在1937年之前,我在萨拉越这样子和他们不断的讲道。 我以前只有一个小小的圣经,没有电脑,没有笔记,我也记得,那时候也是复活节期间,也是我的生日的期间。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感到非常地寂寞,你以为现在是非常地高笑,可是以前没有。 不是,我就告诉我,我就告诉上帝,神啊,我是感到多么的寂寞。 这是复活节一系列的信息,说到了上帝,主要是基督,他放下了天堂的荣耀。 他为我们受了一切的苦楚,我们为上帝做了什么。 可是,那时就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不再这样子,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我要帮助,帮助这一个教会,要传道,要把最多人尽力带到上帝的身边的面前。 要不断地和一百五十人,可能两百人,这样子讲道,教导他们,他们从哪里。 都是从三老院,无论在哪一个区域。 都在东马的区域,他们以前的挑战。 如果你要侍奉上帝的话,你要做好准备。 你必须了解,你必须了解孤单,你必须了解上帝的话语,你必须了解信心和祷告。 这一切都不是头脑上的知识。 这是真的能够操作的关系。 如果你还没有做好准备,要面对这一切的话,那你在说什么? 我们是同工,是耶稣的同工。 我在那里一起待着的家庭。 他们所说的一餐就是两片面包,还有一个香蕉而已。 我要学习很多不同的挑战的问题。 所以有些人来到,从各个地方来到。 以前的飞机都是这些螺旋桨。 在那里的飞机,直到你到了那里,你都有一个大,你都头大了。 我们以前如何的飞到各地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如何的学习,来依靠上帝,信靠上帝,透过每一件事。 还有很多不同的徒族。 十二个徒族。 你以前在历史书学习过关于他们,直到你面对他们而已。 就是一个隐秘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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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们带领赢会的人,他们都不是基督徒,可是我第一个星期就要把他们带到耶稣的身边,相信主耶稣基督,相信上帝,第二个星期,然后他们就要带领赢会。 有一个人,他是一个马面,因为他虽然在教会里面长大,可是他一点喜乐都没有,我要教导他,上帝会带领你,他是你的天父,你是他的儿子,可是他看着我,我看着他,他有什么回应都没有。 然后,直到他去到了神学院的时候,然后下一天,他就说,我要一大早,他要带着他五个朋友,要和我沟通。 他就说,我昨晚不能够睡觉,直到我不断地想,你昨天所说的。 在凌晨三点,他就察觉到,这一切的意义,这就是做基督徒的意义,他们不了解。 所以,他就请我求你,这一些,要带我去生经,以为我生经病的人,求你和他们解释。 所以,一大早五点六点,他们没有睡觉,那我也不需要睡觉。 我们,我们与神之间,我们与神之间,我们与神之间,经历这个父子的关系,这是多么的真实。 然后,他就燃,的热情,就有了这个热情。 就在每一晚,二三十个人,都来信上帝,相信主耶稣基督。 然后,他们从二十五个人,变到了百一百多个人。 他们有两个崇拜,然后他们要不断地扩张。 。 可是,我知道,这不是我所做的,而是上帝。 他在,让我看见,我要如何与神建立这个关系。 他要让我看见上帝的工作。 他要做的工作,三十节。 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 上帝的话是练进的。 这就是我们如何的学习。 我记得,我从诗篇学习。 每一晚都有一节。 每一晚都有一节。 然后,如果我的信息比一个小时还要少的话, 他们就会问我,为什么今晚的道多么的短? 他们渴望的学习是多么的强烈。 每一晚,他们的心都被祝福。 他们能够看得见,上帝在这么多的人的心中动工。 是多么的美好。 这就是上帝,要让我看见,当你做一个牧师。 这就是,这就是你会为我做的工作。 所以我就要做一个全职的牧师。 但是,我还记得我有一个朋友,Douglas Sadler。 他的妻子是一个护士。 他是一个非常上层的会计。 然后他们也放下一切,去侍奉上帝。 他也说,当你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是要做你的实际。 你要去哪里,我都会在你。 早上,晚上,你要看谁,你要探望谁,我都会在你的身边。 在你。 我要侍奉你。 那感动了我。 这是一个比我年老的。 他是更有经验的一个传道。 可是他告诉我,我要侍奉你。 服侍你。 这就是上帝,要告诉我们的,我们是谁。 可是上帝会与我们建立这个关系。 会带领我们。 会打开我们的信念。 会赐给我们力量。 为什么? 他不需要做这一切。 可是他会做。 因为他的道是完全的。 他的话是炼尽的。 反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 我记得,我以前不断的,不断的讲这个道。 上帝是我们的盾牌。 有多么多的人,他们怕这些灵魂,这些魔鬼。 可是当他们听见,上帝会做他们的盾牌的时候。 上帝与他们的关系就开始了。 上帝,如何是他们的盾牌。 他们就脱下了他们的这些手环。 手势。 他们就能够脱离这个魔鬼的神绑,的困绑。 我所教导的,不只是上帝拯救我们,而是与神之间的关系。 上帝不只是要拯救我们而已。 打救我们,救赎我们而已。 他要与我们建造这一个关系。 所以,我们与神之间要建立几个方面的关系。 我要贪心,我要与神建立每一个我能够拥有,每一个层次,每一个方面的关系。 如果上帝要教导我,我就要求上帝把他的话语打开给我。 了解。 我也记得我以前,要做一个传道。 我也多么的感恩,上帝,在那里有多么多人来信主。 。 可是,在那里有一晚,Doug就告诉我。 这是我的上司。 你是否能够,他是你的上司。 但是,他今天来到这里,你是否能够让他讲道? 当然。 我就说,当然。 他是你的上司。 我与Doug有的这个关系不一样。 。 他说,他说,讲得到。 我就聆听。 他说,讲得到。 我就是,透过这个玛利亚,如何了洗。 给主耶稣基督,这一个相告。 。 多么的简单。 没有什么。 可是,没有什么特别的。 可是,那一晚,我回到了我的房间。 求上帝说,我会放下我什么的天,一切的天分。 为了什么? 为了与这一个,就好像这一个人,与你之间的关系。 多么明显,他能够打开上帝的话语。 所以,他是多么好的一个讲员。 每一个人,他讲了。 每一个人都会鼓掌。 然后,有一个人问他,叫他回 诗篇23篇,读出来。 哪一个老人,就说,我会尝试,我也尝试,读诗篇23篇。 他就说,我记得的就是这一首诗。 可是,你所认得的就是你的牧者。 我们能够认识上帝,可是我们不晓得如何的与他建立这个关系。 我们是他的儿女,可是我们远离上帝我们的天赋。 就好像这个浪子一样。 今晚,我要问你们每一个人,你与神之间的关系如何? 我们是否愿意上帝我们是否愿意上帝? 我们是否像一个世人一样? 我们是否在顺从这个世俗的情欲行走? 我们是否在顺从这个世俗的情欲行走? 上帝,赐给我们这一个和解的工作。 我们是否在顺从这个世俗的情欲行走? 我们是否要与神建立这个关系? 不要等。 让上帝在你的黑暗中照明,点燃着你的灯。 让上帝在你挑战中成为你的力量。 让他给你看他的道是完全的, 他的话是精炼的,炼尽的。 和神之间建立这个刚强、坚固的关系。 这是你在这世界上最好、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是否能够告诉上帝, 告诉上帝我们的力量,我们爱他? 我们是否愿意学习与神之间建立这个爱的关系? 大卫没有说他爱上帝。 大卫没有说他爱上帝。 他说他会爱。 他会学习如何的爱上帝,他的力量。 你是否今晚也会尝试回到上帝的身边? 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今晚, 今晚,当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的时候。 我真的想要告诉你, 上帝多么的爱你。 我们在刚庆祝复活节, 这是什么意义? 我们庆祝的就是上帝的爱。 我们庆祝的就是上帝说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而舍的生命。 我们庆祝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复活。 这一切的爱你认得多少? 你了解的多少? 这个力量, 这个大能, 是否在你的生命当中? 我们很多人都没有。 如果我们坦白地问自己的话, 今晚我要向你的良心说话, 让上帝与你的心说话。 让他, 让你看他多么的爱你。 他不会责备你。 他不会审判你。 他派了他的独身子。 所以吃的是生命,不是死亡。 是要来修复我们, 不是要来摧毁。 可是今晚, 他也迟到, 如果我们不科目, 去爱上帝我们的力量的话。 这就是另一个信息而已。 另一个道。 让上帝, 让上帝与你的心说话。 让你的心来回应。 让你的心告诉上帝, 上帝我的力量啊, 我会爱你。 尽心尽心尽心尽力的爱你。 我们需要回到上帝的身边。 不要再留住保持这个距离。 我们在天上的父母, 感谢你。 感谢你。 你在复活节期间, 多么明显的爱。 但我们记得, 记得, 主耶稣基督如何的为我们而舍了他自己的生命。 我们也看见他的复活。 好让我们能够, 能够得救。 主啊, 我们也看得见他与你的关系。 我们也要这个关系。 与你这个爱的关系。 主啊, 我们, 求你, 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 主啊, 求你, 把我们带到你的身边。 再次地复兴我们与你之间的关系。 好让我们能够经历更坚固, 更刚强的关系。 这就是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